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要再点进去的时候 不知道是因为讯号的关系还是什么的一个因素 就看不到了 这个是如果说这个推播的消息 那个标题是正确的话 那就是今天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 因为那个推播的那个标题上面写着 就是习近平到武汉 他即将到武汉 还是他已经到了武汉 因为我只有看到那个标题 他就说习近平到武汉 廖江访金银潭医院 然后要再点进去看的时候 就看不到 就看不到 然后我就回头去查去看 这个新华社 人民日报 相关的大陆的这个媒体 还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讯息 所以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清楚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是不是准确的 如果是真的话 大概像比如说 新华社 人民日报 大陆的党媒官媒 他们也不太 他们是也不太会 也不太会先预告一些的 这个行程 因为这牵涉到领导人的安全问题 然后他们的新闻 在经过了拍摄之后 也要经过一定程度的 就是制作 简接 然后发新闻 特别是牵涉到 是习近平的这个新闻的时候 他们都要根据 新华社的稿子 来做编撰的 所以不会像我们一样 有一些预告性的新闻 什么行程的公开 就是像什么日本 日本你如果去看 那个日本的这个媒体的话 他常常有一个 就是网路上面 网路上面的 他们的网路版 常常都会有一个栏目 就是首相 就安倍一日行踪 就是告诉你 今天安倍要干什么 祭奠什么时候出现在哪里 祭奠出现在哪里 大陆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子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先 变成是要等 等那个消息到底 后续到底是不是真的 习近平是不是 捡到这个武汉去 假设如果习近平呢 真的是去武汉的话 这当然是有高度的 重大的政治意义 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 然后作为他自己 一再的这个强调的 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在这次的 整个大陆在因应疫情 以及相关的 部署工作上面的 这个总指挥啊 他并没有把他 这么一个吃力的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 因为你做得好 做不好 做得好 当然没问题了 做得好 这就是历史定位上面 就带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度过了建政以来 就是大陆的 现在定义是这样子嘛 这中国大陆呢 从这个1949年建政以来 面对到的最严 最严厉的一次 最严厉的一次有关于这个疫情的是一场大考啊 是一场这个危机啊 这是在他的谈话里面就提到的啊 就他如果说成功的啊 稳健的呃 带领这个中国大陆呢 度过了这次的大考 这一次的危机的话 那他的历史定位 当然就毋庸置疑啊 就更往上 更往上台啊 以习近平为核心所领导的 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呃 验证了他们在面对嗯 建政以来的最严重的最艰巨的一次大考的时候呢 呃成功的啊 再一次的啊 又战胜了所有的困难跟挑战到一个高峰 但如果说呃是成绩是不理想的话 对他个人来说当然是会有重大的这个影响的啊 那如果说他在今天呃到武汉去 他有很高的这个呃政治意义呃 第一个这等于是呃武汉封城 然后爆发这个疫情以来 他第一他第一次到这个武汉 然后到金银潭医院 表示说呃他必然会在 他应该了啊 会在这个呃巡视这个武汉的时候呢 做出一些呃重要的讯息的这个宣布 而且他到访的本身 是不是就显示说武汉的这个疫情 自从爆发以来到现在啊 呃经历过了呃从一月 呃从一月武汉开始封城 他从他们12月底报给WHO 然后1月23号开始封城 到今天3月3月6号 在这么紧张的密集的这个时段里面 武汉在抗疫防疫上面 已经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重要的呃成果 好呃所以呢他这时候到里面去 是要对下一阶段的过去他们所遭遇到的呃封城啊 在这个疫情上面呃所经历的困难呢 加油打气啊 同时对于未来的这个工作呢 要进行嗯一个重要的一个宣誓啊 呃他就算不在这个当地呢 呃做出任何的重要宣誓 光是他自己到现场去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动作了啊 呃在武汉呢 1月23号封城之后 在大年初3月27号 当时呢是李克强呃到了武汉 然后到了呃这个医院啊 然后去对于整体的这个防疫的情况 当地的情形的进行了解 那李克强到当地去的时候呢 嗯强调的啊 所有的媒体的报道呢 都强调的一点啊 他是受到习近平的委托啊 到现场去的啊 所以他是呃 透过他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报道 以及强调就是说 他是受到习近平委托 到这个呃现场去 除了凸显习近平在呃 有关于防疫的措施作为上面 他是亲力轻微之外啊 另外一个呢 也在凸显就说 在呃有关于到这个疫区去探视的 这件事情上面呢 他只不过是呃 习总书记的代表人而已啊 所有的一切的中央对于地方上面的关怀呢 都是来自于呃党中央的最高层 来自于这个习近平啊 那那天呃习近平呃 那天这个李克强呢 到现场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呃戴着口罩啊 然后呃 其实是属于一种轻度防护啊 因为特别他是在开会的这个现场上啊 嗯他到这个武汉的经营医院 经营潭医院还有火神山医院的施工呃 现场呢去进行这个考察他他是只有戴个口罩而已啊 其他并没有做一个很高规格的防护啊 然后他也到了这个超市呢 去了解这个市场的供应 然后跟这个市民说呢 会保证武汉的物资 供应的充沛而且要稳定物价等等啊 啊那习近平本人呢 他则是在 他是在2月10号的时候啊 2月10号的时候呢 就现身啊 第一次这个公开的现身 他在北京呢进行调研啊 进行这个指导 呃大家还有印象吗 他除了这个戴口罩之外 他也有量体温 而且可是很特别的就是说他既不是他不是量额温 呃就是我们通常都是量额温嘛 他是量碗温 就手手碗啊 手碗就是把麦子这个地方 他是量碗温 这这还蛮蛮蛮特别的啊 呃在习近平嗯公开露面 在北京公开露面之前的时候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 就没有呃没有这个公开露面的画面啊 虽然说他们有很多开会的这个新闻发发表呃发布出来 但是他并没有公开 因为他在有开会 然后做指示 但并没有公开露面的画面啊 所以呢自然呢就引起了呃很多的揣测 你知道西方媒体就特别的爱爱揣测啊 呃就引起了很多的揣测 然后等到他呃那天2月10号公开露面之后啊 在人民日报啊 他们的这个网络新闻的这个安排的编排上面呢 呃有一个出现了一个巧合 是这样啊 就是他前面习近平的行程一定是头条吗 就在摆摆列上面来讲的话 呃就电子版啊 手机版啊什么 他都一定是头条 不管什么版纸 纸媒啊都一样 他一定是头条的啊 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指导 呃新冠肺炎 呃情 矿啊 防疫啊等等啊 这个标题的下面的一则新闻呢 就是人民瑞评 就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 他通常这个短评啊 瑞智那个呃尖锐的瑞啊 这个犀利的 就是犀利的意思啊 瑞评 人民瑞评上面写的是 的瑞评凭什么呢 这个题目的标题是到武汉去 所以呢呃在 中国大陆 因为他在微信上面的他的呃 你你如果有订阅人民日报的这个在微信上面的就账号的话 他的编排就是这样子啊前面一个就是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呃肺炎疫情 那下面一则呢就是人民瑞评到武汉去呃他一登在这个他一登在这个微信上面的时候呢就被大陆的网友呢先是把他给逮出来了就说呃这个人民日报胆子好大啊竟然用这样子的迂回的这个方式这个意思呢是不是要习近平到武汉去呢啊你怎么只在北京出现呢呃李克强1月27号 不是代表你已经去了武汉了吗那为什么2月10号的时候呃那是这个意思吗好是用这样子用这样子呃曲折的方式啊嗯委婉的方式啊呃非常意在言外的这个方式 因为他两个就是紧跟着的啊就是这小块习近平在北京然后下面一个人民美品到武汉去就是紧跟着的好是用这种方式呢就人民日报的这个小编恐怕是武汉人吧啊就类似像这样就在大陆的呃微信这个呃圈子里面呢就讨论了起来那大家当然也知道这种讨论很快他就就被被删帖了嘛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质疑的呃声音呢在这个呃微信上面呢会去存活 所以不管这个留言也好或怎么样他很快就都被删掉了啊可是呢呃外媒啊包括嗯法国的媒体啦呃各家各个这个呃各国家的这个外媒呢很快的就抓住了这一点啊把习近平在2月10号的时候在呃大陆遭逢到新冠疫情之后啊首次的公开露面以及人民瑞评的到武汉去两个给combine就把它结合在一起了啊那如果说好 我自己是觉得有点牵强啦我是觉得有点牵强觉得有点太夸张了怎么可能啊他是人民日报就怎么可能啊他呃我觉得是不可能啊好但是呢反正如果说呃一旦这样子被一旦这样子被呃做文章之后呢一旦这样被做文章之后呢呃我们也并不知道说在人民日报内部哈有没有有没有人针对这个小编的这种这个状况 这种的编排的方式呢呃提出一些批评或者是提醒如果完全如果完全没有的话呢那就表示呢他们根本不在意啊就说对于这种太过于赋予联想的东西并并不在意啊如果呢真的是有批评或者是有这些处理的话呢就是反而就还是验证了说哦那原来真的是一种 是刻意的而不是一种巧合的这个安排那如果说习近平今天呢真的是到武汉去的话呃这这个政治动作呢就是非常的大啊呃是不是代表中国大陆在应对疫情上面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拐点呢嗯还是怎么样啊因为一定要各方的条件都适当的这个情况之下他才会到这个武汉去的啊而且因为呢他人到了武汉呃 他显然会是去呃这些众议区啊就是呃确诊案例比较多的像什么金银潭医院啊等等那嗯进出这些医院应该是要高规格防护的啊可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呢非常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非常注意他们在呃面对大众的时候的这公共形象啊公众的形象就是你展现出来的是你对于疫情的呃疫情的胆势啊 指挥若定啊还是会有任何的呃因为你的穿着防护会让外界有做文章的空间他们是非常注意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过去几次呃大陆在这个举行有关于呃针对疫情的嗯政治局会议的会议扩大会议等等的时候呢呃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呃常委啊及相关列席的官员呢大家都戴着口罩那唯一没有 不戴着口罩的人呢就是习近平这也是没有错了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戴着这个口罩那他就安全了嘛那他其实就是不用戴啊而他大家都戴他不戴呃这除了是非常的符合公共卫生的这个要求之外我就说了大家都戴他就不用戴了的之外他也展现出他作为国家领导人他作为呃在这次的疫情上面的总指挥上面他是以一种呃很很稳定很操控的 从容很稳定很从容的态度再去面对这个对于呃中国大陆见证以来这习近平自己讲的话啊最最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啊